一个女人能美什么地步,才能被六个皇帝轮番争抢呢?堪称皇帝收割机的萧皇后究竟有多美?她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萧美娘,年过半百还被李世民抢进宫中,就连历史上出名的四大美女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。萧美娘究竟凭什么?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历史上曾经有六位天子都对她非常痴迷,并且为了得到她煞费苦心,电视剧中萧皇后的形象并不怎么好,她在乱世中臣服,为了活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 仿佛在人们眼中只有不守复道的女子才会被人争夺,但实际上,乱世中真实的萧美娘人生凄惨,也为别人的一句话,她一生在在政治的洪流中漂浮,萧美娘原本是西凉孝明帝萧奎的女儿, 正儿八经的嫡公主,但因为她出生在二月,还未落地,就注定了一生的结局。 古人认为二月是一年中最不吉利的日子,在二月出生的女孩就是在东平王收留她没多久,全家竟然接连病死,随后萧美娘又被转送给了舅舅张科。 好在舅舅连夜找来民间一个著名的橡树师给公主们挨个测算八字,但遗憾的是,公主们都算了个遍,却没有一个跟杨广合的来的,这可怎么办呢? 也就是这个时候,萧明帝才想起来在乡下还有个女儿呢,于是萧美娘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,项树师一看到萧美娘就敬为天人,在测算八字之后,她说了一句话,母仪天下,命犯桃花,也为一句母仪天下,萧美娘的人生自此再也没得到安稳。 而这四个字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分量,只因为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历史上著名的项树师,袁天刚。 袁天刚也为写出了推背图,而文明于是,后来更是早已算出了大唐的命数,就连李世民都再三请求她当国师,萧美娘转眼间成了人人争抢的香伯伯,杨坚对她也非常满意,这场亲事就这么定下了。 公元582年,比杨广大了三岁的萧美娘就这样嫁嫁了大嘴。 如果是按照一个正常的历史轨迹,萧美娘应该成为皇后,从此母仪天下,过上风光无限的生活,可惜她命不好,遇到的偏偏是暴君杨广,两人成婚时,萧美娘才15岁的年纪,正好情窦初开,这时候的杨广还是个稚嫩的孩童,为人孝顺,兄友弟公,妻子温柔贤惠, 进退有度,这对少年夫妻底,却过了一个时间的幸福生活,不久后萧美娘怀孕,杨坚高兴无比,立即派人把她接到宫中抚养,直到她顺利生下杨昭,这时候的太子还是杨勇,不过杨勇不争气,生活作风极其奢命。 身边美女成群,这让生性节俭的杨坚与独孤皇后两口子很不喜,再对比一下孝顺低调,与妻子恩爱有加的杨广高下礼盼,杨坚心中的天平逐渐向杨广倾斜,萧美娘也是个十足的贤那种,她利用自己的出身为杨广拉拢了大量的江南士族,一举帮杨广坐上了太子之位,等到杨广成功登基以后,她立即暴露了本性, 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君,这导致天下大大乱,硝烟四起,众人开始起兵声讨杨广,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历史上的杨广好色成性,但是她一直对萧皇后宠爱有加,并且没有动过萧美娘的后卫,光从这一点上来看,萧美娘除了有能留住杨广的美貌之外,一定也有她的过人之处,随朝末期,民间四处爆发了起义,除了李渊, 还有从扬州起兵造反的宇文化集,宇文化集带兵直冲杨广而去,这个时候杨广还在扬州四处搜罗美女,宇文化集处死杨广后,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萧皇后,她对萧皇后已经觊觎很久了,甚至这次她这么着急杀杨广,就是为了得到萧皇后,不久后宇文化集在魏县登基,把萧美娘封为了萧淑妃,从此就忘记了国事,只跟萧淑妃混在一起, 沉浸在美人乡中无法自拔,乱世中这样的起义人太多了,除了太原的李渊,山东的窦剑德也是一股非常大的势力,窦剑德逐步蚕食宇文化集的底盘,最终成功干掉了她,谁能想到,原本以为窦剑德能成为逐鹿中原的下一人,可惜她跟宇文化集半斤八两,窦剑德重蹈了宇文化集的覆辙 她俘获了萧美娘以后,转眼就倾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,从此以后也开始不问国事,完全忘记了自己豪迈冲天的梦想,其实窦剑德作为当时最大的一股力量之一,就连李渊都对她忌惮无比,如果窦剑德真的全力争夺霸主之位,未必没有一切希望,可惜她一沉浸在温柔乡中,就彻底成为了一个废人, 而萧美娘的命运并没有到此结束,当时杨坚的女儿义成公主远嫁突厥和亲,萧美娘是她的亲嫂嫂,虽说杨家已经覆灭,但是萧美娘也算是她在这世上为数不多的亲人,不忍心看嫂嫂受尽折辱的义成公主就做出了一个决定,原本是要救萧美娘与水火,谁承想萧美娘刚出狼窝又跳火羹,李世民与萧美娘究竟是什么关系, 萧成公主派人到新兴找到窦见德,点名让她交出萧美娘,窦见德不愿得罪突厥,只能乖乖把萧美娘交了出来,于是萧美娘就跟着萧成公主派来的马车去了突厥,可是这一句,前路如何尚未可知,根据史料记载,萧美娘带着自己的孙儿一起去了突厥,然后就在突厥安定了下来,不过突厥是什么地方,可不会放着一个大美人不要来做慈善, 当时的突厥王是楚罗克汗,也就是一城公主的丈夫,她第一次见到萧美娘就被惊艳住了,于是萧美娘就顺理成章的嫁给了楚罗克汗,要说萧美娘为什么这么心甘情愿的受摆布,不过是因为楚罗克汗对她理代有加,她的孙儿杨正道被封为了隋王,跟随她前去的中原人还被分配了部落根住所,那时候的萧美娘已经快年过半百了, 她经过了这乱世的纷争,神行憔悴却容貌犹在,突厥尚且尊重她,从此以后她有了依靠也并非是坏事,抱着这样的心态,她逐渐融入了突厥的生活,甚至已经断了重回中原的念头。 楚罗克汗死后,按照突厥的习俗,袁克汗的女人将会被下一任克汗继承,于是萧美娘就又成了协力克汗的女人,虽说这个习俗很多中原人都不能接受,但是毕竟要入乡随俗,有靠山的生活倒也不错,原文这里还有一成公主作伴,有孙儿在身边,她的后半生应该能安稳度过。 可惜乱世的纷争并没有打算放过她,贞观四年,李靖率兵攻下了突厥,这个时候李世民点名要了一个人,这个人就是萧美娘,要是按照辈分,李渊原本就要叫隋文帝一生姨父,而李世民还娶了杨广的大女儿,说起来萧美娘还是她的长辈,更重要的是,她毕竟是曾经中原的皇族,被突厥一直霸占着也不好听,基于这些原因,李世民亲自将萧美娘接到了国家, 宫中,这次接风洗尘,李世民弄了一番大排场,不仅举行了盛宴,更是亲自招待的,随后她问萧美娘,这个排场跟当初隋公比如何,萧美娘是这样回答李世民的,陛下乃开机立业之君,怎可与亡国之君相比? 这话其实让李世民很是受用,隋阳帝生性铺张奢靡,而李世民却因简朴节约而出名,这样的排场肯定是不如隋阳帝的,但是萧美娘拎得轻,她明白隋朝已是过去,不应该再有留恋,此后萧美娘就留在了宫中,安稳的度过了余生, 很多也是传闻,李世民将萧美娘封为了朝已,但萧美娘一生坎坷,第一,却是被六位帝王分别争抢,前者都是贪图她的美貌,但是李世民却是出于对她的敬重,生在封建王朝的女子命运不由己,她颠沛流离一生,成为乱世政治中的牺牲品,这些人在争抢她的时候,什么时候问过她的想法呢? 如何能够让这些新来的劳动力服从管理,这就是东突厥此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,当时的东突厥克汗,楚罗克汗迎娶的是一城公主,她凭借自己的妻子的人脉,把萧皇后带回了东突厥,萧皇后的声望和政治影响力,让她轻易的就笼络住了这些流亡来死的中原人,萧皇后先后嫁给了两任克汗,直到李世民登基成为了皇帝之后,才把萧皇后接回了中原, 此时的萧皇后已经六十多岁了,李世民为什么千里迢迢把萧皇后接回?